在新北市中和日前发生一起迎楼窃案 有个窃贼呢 敲开了店后方的气窗 进入之后大肆的搜刮 得手将近千万元的珠宝 不过这个窃贼显然是不是货 他得手之后急着要变卖珠宝 把价值两百万的首饰 在网路上贱卖两万块钱 警方获报之后以车追人 最后抓人的时候 这一个窃贼手上还带着偷来的戒指 想赖都赖不掉 凌晨屋主还在睡梦中 窃贼鬼鬼祟祟 一手拿着袋子 另一手迅速搜刮展示柜内珠宝 短短数分钟得手94件翡翠钻石等饰品 总价值高达一千多万 行舰前他早已勘察过环境 熟练的从后方防火箱进入 敲开珠宝垫气窗攀爬入内 丝毫没有惊醒老板 第一时间查获犯案车辆 大量珠宝还留在车内 警方从新北市中和区以车追人 追到嫌犯桃园住处跟肩埋伏 逮到正行嫌犯落网时 手上还带着偷来的50万元戒指 他有一部分是贱卖给一位小姐 在网路上用网拍的方式 另外一部分是他有一个嚣张的管道 大概也两三百万 用这个敲账的管道去编卖掉 这些嫌犯前科累累落网后立即遭到收押 但有两百多万珠宝至今还没追回 被嫌犯在网路上以两万多元 贱卖给一名女子 只能说嫌犯实在太不识货 记者小嘉明文在新闻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